这个时候 众人才看出来 他身后的这几个保镖 居然还全部都是窝国人呢 林凡 我们找你很久了 跟我们走吧 他们对着林凡冷笑着说 到了这个时候 林凡是彻底明白了 八成是自己的行踪 被人知道了呀 诶 我很是纳闷 我到这地方来 是秘密进行的呀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要来这呢 林凡有些疑惑地问 王东风冷笑着说 哼哼 昨天你一来这 我们就知道了 没想到你们去了金家 不过也好 今天到了这儿 你们也就是真的插翅南飞了 话音落下 那些高手瞬间出手 直接把林凡和画部 也围住了 这些人的实力 都是比林凡要高尚一线的 金无缺 忘了我救你的那次了吗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 可金无缺他依旧低头不语 看到这一幕 不少人都暗自皱眉 众人见到此景 一个个都摇头叹息 就连话不一 也彻底放弃了 他现在的实力 可是低得可怕呀 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 金锐儿看着这一幕 脸上冷笑练练 林凡的身份 当然是他特露出去的 这一切也都是为了他的男人 王天林 哼 一个屌丝而已 他真以为能配得上我 真是笑话 王天林 见林凡和华不一的势头 被彻底压下 冷冷一笑 刚才不是大放厥词吗 现在怎么不吭声了 敢在这儿叫嚣 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眼看林凡这边的事情 就要解决了 王东风转向了金无缺 金家主 我现在是金灵黑盟的分店主 此事是否需要和黑盟高层去澄清 我还需要一个条件 金无缺转过头 不知道分店主还有什么事 这几个字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王东风脸上果然多出一抹笑容啊 很简单呐 这门婚事虽然推妥了 不过我还是需要你亲口说出来 这是被林凡和华不一两人给陷害了 你并不知情 这样我也好在黑盟面前帮你说话呀 王东风其实已经看出来了 金无缺他虽然下令抓人 可他的手下根本没有动啊 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来 金家主根本就是在敷衍 你在威胁我 金无缺面臣如铁 看着王东风脸上的肌肉微微一抖 算不上是威胁 今天我也把话撂着了 你也不需要动手 只要你说了这话 我就算你和他没有牵扯 要是你不说呢 我保证三天之后 你金家也会出现在这张黑铁上 王东风说完之后 玩味地看着在座众人 这张黑铁可不是分店发的 而是黑盟总部发出来的 这个分量你们是知道的吧 说到这 王东风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家主 不能啊 管家刚准备去劝金家家主 却不想后者直接骂道 林凡 我们金家不需要你这样的祸害 来作为女婿 今天我不会为难你 也算是还了话不一的情分了 其他人跟我走 金无缺说完之后 带着金家一种人直接离开 王天凌看到金无缺这个举动 笑意更浓了 哈哈哈哈 你是叫林凡对吧 你刚才不是很横吗 现在怎么变成哑巴了 不是说有金家照着你吗 现在呢 很多看热闹的人 也对林凡偷取了怜悯的目光 这小子真是白痴啊 他算是一点都不知道这里的规矩 王家人也是随随便便能得罪的 有这报应也不为过 现场的人可没有一个觉得是王家的错 甚至在看向林凡的时候 脸上都不自觉地带着笑意啊 哼哼哼 话不易 黑盟找了你三十多年 这次我亲自把你师徒送过去 肯定会收到不小的奖励的 说到这儿 王东风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给我直接绑走 王东风吓得命令 呀 不得 SCHOOL